美國前總統川普 造勢活動爆發槍擊 震撼全球 各級抨擊特勤單位疏失 頂投上司美國國土安全局局長 訪問中首度松口 主播一再追問之下 國土安全局局長正面坦承 偽安過失 而事件發生以來 有佛州共和黨議員 推文聲稱消息指出在槍擊前 有單位要求加強對川普的防護 卻遭到馬約卡斯拒絕 強烈否認力甩陰謀論 馬約卡斯反復強調 一切會依照總統拜登命令 進行獨立調查 而稍早特勤局聲稱 活動場外的案件 是由當地執法部門負責 立刻鑿皮卸責 特勤局長也被傳喚 22日與眾議院進行聽證 CNN表示槍手在屋頂被發現時 一名員警攀上屋簷 被兇嫌舉槍指著 來不及取槍對峙 只好放手 摔落地面 現場也有民眾通報 卻都無法阻止事件發生 危言破口 無論是計畫 還是執行面出錯 都令人難以接受 隨著川普抵達米爾瓦基市 出席共和黨全代會 安全問題再次受到關注 共和黨15日將舉行1連4天全代會 包括川普可能將又宣布搭檔副手人選 川普甚至表示槍擊過後 自己修改了演講內容 不罵拜登改為呼籲團結 但實際上將上演什麼畫面 選民也拭目以待 下雨新聞 林漢報導